民进党六都布局只剩下双北还没底定 而现在民进党传出最快7月初要征兆 微服部长陈时中来参选台北市长 平原媒体就爆料 陈时中透过了立委吴思尧跟亚一介协助 不但筹备完后援会连竞选办公室都瞧好了 不过民进党发出声明驳斥 吴思尧也强调并非事实 而同样有意找主北市的前交通部长林嘉龙 则是意有所指的表示 成功不是纸笔声量 而代表国民党参选的立委长安安 则要绿营别影响防疫 台下车先看支持者互相打气 林嘉龙瞄准台北市长跑错 港湖交通问题半座谈 先设三支建化解 在这里呼吁中央党部 7月17号的全代会正式征召林嘉龙前部长 基层议员表态力挺林嘉龙 然而现在却传出民进党将在7月征召 卫服部长陈时中征战首都百里侯 选举不是只是比这个个人的声量 成功不必在我 成功必定有我 这句声量高指谁意在不言中 平面媒体爆料陈时中透过民进党立委议员 积极拜访北市相关团体 连后援会都筹备完成 更透过牙医界人士协助 连竞选办公室都桥号指插正式宣布 民进党也发出声明驳斥 强调报道指示传闻 选队会将加快脚步 征询协调参选人 人选适当时机成熟就会完成征召 第一个不小心一场空 我就觉得这不会空啊 因为我们参与就有意义 不管这个征召的人是谁 我一定全力支持 全民抗议其实还没有结束 任何个人的决定都不应该影响到 指挥中心的运作 蒋旺安这头回防自家立委选区 再攻绿营防疫问题 民进党北市战将何时抵定 7月全代会前能否有答案 恐怕还是未知数 接着我们讲刘卫成台报道